哈喽大家好,今天我们用自制的酒酿做饮料 那这个饮料是软饮料,还是带有酒精的 酒精的浓度多少,一般来说是有时间长短决定的 那如何做出满意的酒酿,之前我有做过一个视频 今天我给它重播一下 那如果你已经会做酒酿了,我们就跳过这一段 好,我们先来做酒酿 我们今天用两杯的糯米 家里好久没用桃米兰了,所以我就用这个 然后给它冲洗一下,沥干了水 放进锅里,再放入两杯水,这样就比较精准了 给它泡个十几二十分钟 然后跟平时煮饭一样的煮 接下来我们就弄酒药 酒药的用量哈,你就按照说明上的指示 上下差一点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用的是苏州的酒取,里面有两大块 他说可以做八到十斤的米 那我刚才用了两杯的米嘛 一杯米应该是在半斤,那两杯米就是一斤 那我们就取它整包的八分之一这样 取出来放进塑料袋里 塑料纸上或者纸上,只要厚一点都行 敲碎它 然后给它碾碎 倒进碗里 放200cc上下的水 给它化开待用 饭一跳上来就可以把它拿出来了 给它打松 让它凉到温温的 再放酒药 烫的时候不能放哈 它烫了酒药又不能烫死它了 想要快一点凉 就用电扇吹 一会儿就凉下来了 待到它差不多跟我们体温接近了 就可以把酒药倒进去了 留个两三勺 等会我们撒在上面 然后要拌匀它 拌匀后 最好把它装入有盖子的容器里 容器好一定要弄到非常干净 全部盛好后 你用勺子给它安安平 再用手指给它中间挖个洞 最后把刚才剩下的酒药水 均匀的撒上 每个洞洞里都浇一点 一般夏天室温靠近30度 两天一定可以了 那气温低一点的话呢 就多加一天半天的 像这样充满了水分 一团米饭似乎浮上来了 就成功了 那我们把它倒到大的容器里面 或者你直接做酒酿 就做在大的容器里面 那你这个时候尝一口 一定是甜甜的 如果觉得不够甜呢 就太阳底下暴晒两个钟头 它会有变化 那接下来我们就兑水了 记得一斤米兑一斤水 500克兑500cc水 做出来一定够香浓 用冷开水或者纯净水 那我们自己做 除了省钱和兴趣外 还放心质量还好 这样搅拌后呢 我们再盖上盖子 室温让它再发酵 隔天我们打开盖子 再给它搅拌一下 我们听好 当你在搅拌的时候 它会有滋滋滋的声音 这个就是它还在发酵 那这个时候的汤水 是有一点点酒香甜甜的 那一天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让它干湿分离 这个时候酒精的含量很少很少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软饮料 那如果你反复几天 一直做同样的动作 三五天以后 它就会起质的变化了 就会变成米酒了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